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elwin的CSS 今天是第三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Telwin的CSS导入方式之 naxt.js 咱们要把咱们Telwin的框架 导入到咱们以前学过的 naxt.js工程中来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采用naxt.js的方 集成的方式 导入Telwin的CSS库 该怎么做 其实官方给咱们一个导入的方法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网址 我给您访问一下 Go 那请看 这个说了吗 InstallTelwin的CSS 它给咱们提供的 这个工程向导 给咱们提供的Telwin的 而是咱们最后要自己手动追加 这个地方引起大家的注意 咱马上开始 好 那这个注意点就这么一个 如果您注意之后 那咱们就马上建立工程 好 开始 咱们挑这个命令 然后建一个myweb let's go 它会出现向导 对吧 这个我给您讲 naxt课程的时候 都给您讲过 好不好 这地方咱就不再赘述了 咱们快速把工程建起来 这个工程建的快慢 完全是根据您的网速的快慢 来决定的 大家请看 我今天的网速 就不算太快 是吧 还没有出来 以前我建这个工程时候 也就等了两三秒钟 就都出来了 不过最近感觉 我这个 这个Mac Pro 还是有点慢了 开始啊 已经拉不动了 今天还真的有点慢 行 出来了啊 那咱们开始啊 首先工程名myweb 没说的 然后这个是选择GS 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这个包管理器 NPM 大家注意 这地方非常的注意啊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呢 它给咱们提供了 Tailwind CSS 目前的向导 它给咱们提供了Tailwind 是1.0 1.x的版本 咱们今天准备用2.x的版本 对吧 2.0以上 那么咱们不要选择这个 选择过 好不好 以后呢 咱们手动的去安装Tailwind 好不好 这地方咱们深度不选 下一步 这个代码检测下一步 然后呢 色列框架下一步 这个地方呢 呃 我呢 以前做客人给您做的是服务器端线染 今天是因为咱们不讲服务器端的线染 咱们讲的是这个客户端的技术 对吧 所以说咱选择单页模式 然后这个选择静态 宿主 好不好 这个因为我是这个VSCode 所以说选择一个GS Config 这都没问题啊 然后我的名叫这个 不接受管理 OK 这样的话呢 咱们他就帮咱们在本地初始化了一个NAS工程 但是呢 还没有Tailwind的框架 咱们需要手工去安装这个框架 好不好 怎么安装 咱们看一下我客户 这个安装呢 需要有点时间 咱们先让它装着 咱们看看我的客户 大家请看 通过这行命令就可以安装 我给您 苏小一点 咱们看 呃 NPM install 然后呢 安装NAS下面 Tailwind这没说的 然后这是安装一个 大家请看 这是安装一个Post CSS 然后再安装一个Auto Prefixer 这是干什么 这是做咱们生成这个CSS 这个修饰服用的 但是大家注意个问题 我装了这么多个包 对吧 通过这个NPM install 装这么多个包 最后这两个包 大家请看 我打上了一个双引号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尖号 这个尖号在一些操作系统中会不认 也就是说您安装时候会报错 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尖号 他会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处理的正责 那怎么办 前后打个双引号呢 来保证咱们后两个包呢 也安装成功 这是一个技巧啊 我在其他的系统中遇到过这个问题 所以说我要专门给您说一下 这个地方要打上一个前后打一个双引号 好不好 OK 呃 我想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就可以安装 咱们工程应该已经装完了 对吧 好 那咱们进入myweb 哎 进入myweb工程 清一下屏 LS看一眼 装完了 好不好 然后咱们导入咱们terwin的css go 这个安装应该是比较快才对 看来我今天网速是不快啊 一般这个我两三秒钟就过啊 今天还得稍微等一小会儿吧 安装完 但咱们把建法看吧 安装完之后 咱们呢 首先需要编辑一下 nax.js 干什么 咱们把咱们这个terwin的包 inpost进来 好不好通过什么通过这个编译模块的方式 把后面这个nax.js下面的terwin的css这个包引用进来 这样它才可以去编译嘛 对不对 好 咱们看看 应该装完了 OK ls清平 哎 ls清平 nano 然后是nax.config.js 一回车 找到buildmodule那个地方 我看在什么地方 在这儿 对吧 咱们拷贝过来 1234 把咱们这个terwin的这个模块加进来 但是先别退出 为什么 我还再给您说一个小技巧啊 因为咱们在打包的时候 特别是服务器端渲染的时候 是需要把这css向外释放的 那么咱们把这个加上 如果不加的话 它们每页都会给咱们把所有的css代码生成 当然咱们现在是这个单眼模式 不算是问题 如果您是这个服务器端渲染模式的话 这行命令的 或者这行指令 一定要加 好不好 咱就 今天既然咱们说到这儿 就把它加上算了 好吧 把css外置 好 加完之后 接着往下操作 咱们在这个NAS中 已经导入了terwin的 但是terwin的自己还需要一个设置文件 对不对 以前都给您讲过 对吧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大家请看 咱们建立一个terwin的自己的设置文件 好不好 通过这个命令 就能够快速生成 Go 这个文件会生成在咱们当前的目录下 对吧 然后咱们还需要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用nano 敲这个文件进行编辑 OK 在这里面 我跟您说过 这个位置是一定要提供一个净化参数 让它去扫描哪些个文件 然后找出咱们使用的css的样式 对吧 找哪些 大家请看 NUX给咱们提供了这些个资源 咱们只要扫描这些个资源就足够了 好不好 试一试 在这地方做一个替换 然后把上面这个proj删掉 OK 这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咱们就相当于说 咱们可以在打包编译的时候 让咱们生成的css最小化 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接下来还没有完 咱们还需要再做最后的一步初始化工程 咱们需要再 大家请看 咱在咱们这个NUX的工程下的asset下面 建一个css的目录 在这个css目录下面 咱们再建一个telwind的咱们自己的原代码 是这样 因为telwind给咱们提供了虽然说很多的css的样式 但是咱们自己的工程可能还需要定制一些 或者说再总结一些自己的样式 对不对 那么咱们自己总结样式放在什么地方 就放在这个文件里面 所以说这个文件咱们最好要建 不建也能运行 没问题 但是咱们最好建一个 好不好 好 咱们试试 我先建这么一个目录 咱们先清评 在asset下建一个css目录 好吧 OK 建成 然后咱们把telwind的css也建上 这个就作为咱们的telwind的原代码 好不好 一会儿它会去编译这个文件 存盘退出 没问题 到现在为止 咱们就已经成功的把telwind的css这个框架 导入到咱们nax的工程中来了 那么咱们干什么 咱们编写一个网页 咱们试一试 好不好 好 我通过nano 然后在page下 咱们建一个about.voe 这是咱们voe的一个组件 对吧 它就可以引到telwind的里面css的各种各样的内容了 好不好 咱们试一试 马上建一个 先清评 好 建一个 然后拷贝上 这个代码呢 我给你准备好 就是下方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标准的vue的写法 是 ok 拷贝上 ok 拷贝到这个地方 存盘退出 ok 到现在为止 咱们已经成功的设置好了工程 咱们缺少的就是一步运行测试了 对吧 那咱们就运行测试一下 go 咱们把这个nax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就去给你访问一下咱们刚刚建好的那个about的文件 看看能不能访问到 因为咱们是客户端渲染模式 所以说呢 它这个地方呢 仅仅是打包client 没有server的事了 对吧 ok 它正在打包 咱们等一小会儿 ok 大家请看 打包成功 咱们访问这个网址 就能够看到咱们nax的工程 对吧 咱们试一试 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go 这是默认的 nax给咱们首页 咱们不要 咱们因为已经建了一个about组件 或者说页面 咱们通过这个进行访问 看能不能够看到 terrain的CSA的效果 能看到就说明咱们成功的导入 对吧 go 已经出来了 咱们看到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已经成功的 把terrain的CSA的框架 导入到咱们的nax工程中来了 这样的话 今后呢 咱们在编写任何的代码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编译 自动的响应到页面上来 咱们呢 开发会更加的轻松 好不好 ok 今后呢 我的课程就会基于这个框架 基于这个工程 给您做各种各样的讲解 好不好 咱们做个约定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呢 通过nax.js的工程呢 导入terrain的CSA这个框架 也是非常的简单 您说不是吗 我今天的课件呢 也都会公开到 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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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